委員心情怎麼樣 會不會很累 經過了19小時的詢問 涉嫌炸領助理費的高鴻安 終於能從北檢離開 聽到記者發問 他微微點頭致意 沒有多說 眼神看得出一整晚漏夜偵訊 實在疲憊 但一走出大門 馬上就傳來大氣聲 他雙手核實 向支持者致意 在律師的陪同下 清晨5點多上了座車離開 而北檢外也聚集了 自稱是新竹市民的高鴻安支持者 舉著司法打壓的牌子聲援力挺 司法打壓 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 只是在現場 卻也是有不同聲音傳出來 在剛抵達北檢時 前法官張耀宇在場嗆聲 大罵他是貪污犯 但當下高鴻安並未理會 繼續往前 這次同樣被約談立為被告的 包括現任辦公室主任陳煥宇 小編台大十三妹 龔衛文 王玉文 這兩人分別以十萬元交保 至於關鍵人物 高鴻安的男友李中庭 則疑似涉案程度較低 最後被檢方無保請回 至於負責管理美月薪資加班費 以及公積金等帳目的行政主任 黃林慧 則因為沒有上繳公積金 在這次案件是唯一被列證人 至於多次爆料 高鴻安內幕的網紅四叉貓 提著一袋海鮮舟突然在北檢現身 想說送個宵夜給他鴨吃 然後順便來看看人 包括之前約談過的小兔黃衛文 副主任陳玉凱在內 已經有六人列為被告 而這晚 檢方已經將他自案 正式轉為真自案 未來變數恐怕不小 TVBS宣傳問 剛才小組 太陽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